來 那裡有榴槤, 我們過去買 家老爸很喜歡吃的 嫂子, 你平時自己一個人來街市 這麼多東西, 你怎麼拿 不拿得到, 都拿了這麼多年 買菜是這樣的, 不覺不覺 買一買, 買一大抽 對了, 忘了買一雙球鞋給樂樂 她說她那雙球鞋頂止 買菜之餘, 還要買日用品嗎 沒辦法, 家裡這麼多人 要把他們每個都照顧得周到 真是挺難的 對…還要買兩件線衣服給阿福 她特別大汗 嫂子, 我真的很佩服你 一天裡面要做這麼多這麼煩 這麼瑣碎的事 你都可以自得其樂 真是羨慕死人了 你都可以, 給多點時間 大家多溝通, 始終都是一家人 有些人的興趣就是喜歡打麻將 睡午覺 有些人喜歡穿好衣服, 逛街看電影 但我喜歡照顧家人 只要他們每個都舒舒服服 開心心, 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也是這樣想,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那個大馬其英 總是溝通不了, 談不出事 那我問你, 為什麼你經常來我 不想對著大馬其英 就是了, 其實你經常逃避他 不給他機會了解你 其實很多事是相對的 我們想得到一些東西 自己先付出, 沒什麼所謂 這個這麼淺的道理 你沒理由不明白 這是什麼茶? 鐵觀音, 海白武 是呀, 鐵觀音 鐵觀音有很多種的 我們喝的那種是極品的 這種是極的 我又不覺得 原來有這麼多人還閹過我 不要緊, 媽媽, 換個壺吧 麻煩, 換個壺比較漂亮的給我 好, 換個壺 莫姊, 你想吃什麼, 我幫你拿吧 隨便吧, 餓人也沒所謂 說話什麼沒所謂 這不就是, 姨姨的, 阿忠 我去拿給她玩針對 以後馬上手遊放火, 燒火又知道 昏啊 芫姨, 拿東西吃 我去拿 我去吧 不用了, 阿珊 你陪媽媽聊天, 我去吧 走 阿茜, 為何你們這麼久? 我們拿著菜, 先回家放下 你們還沒叫東西吃? 我去拿點心 阿雲和你快點拿 我回來了, 來, 趁熱吃, 美姐 很多東西吃, 牛肉, 腸粉, 叉燒包 阿桂, 待會陪有海伯母去逛街 看有什麼適合的就買過大馬 店舖我完成了 謝謝你 你們別傻了, 我有份的嘛, 店舖 怎麼沒有蝦餃的? 喝茶怎麼可以沒有蝦餃的? 不要緊, 讓我去拿 美姐, 你的媳婦這麼乖, 真是難得 這叫做英分的 媳婦服侍家婆天經地義 她現在失敗了, 還抹著我嗎? 我的命注定有八個媳婦 兒子呢, 我只有兩個 很多人就搶著服侍我了 吃東西吧 我現在覺得自己真是很有教杖 媽子, 有些事你想得到 但是說不出口 但是你又會讓人家說 告獎 媽, 你冷嗎? 好, 不如拿一件披肩吧 是呀 那條披肩, 甚麼人都生氣過 我真的不要了 婆婆, 那你不如穿我這件吧 不...你幹甚麼, 大庭港總的坦空露鼻 況且大熱天時也不肯冷死人了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我下去給你買一件外套 這裡的冷氣真是挺冷的 你喜歡甚麼顏色 是呀, 不然你冷死了氣管就不好了 你不是想說一直打麻將嗎 隨便吧, 藍色 啡色 沒有, 白色配我多一點的 好, 我下去買一買 阿貴真是乖, 有孝順 你們在這裡, 他才對我 只有我跟他們兩個 我一聲也不一聲, 只有一毛一聲就夠了 媽, 阿貴真是這樣的 阿新, 你記不記得你小時候 你媽媽怎麼對我 我就辛苦她多一聲了 幸好我生了你和阿凱這個孖子 才有分地位 她有本事了, 就生了兒子出來給我看看 將來她做家破的時候 怎麼我都可以 但也沒有一隻生下 是否阿凱 阿貴, 是我, 妨礙不妨礙你 阿敏, 不妨礙你 你一口也打過來嗎 是呀, 我知道阿楠現在住在你們 真麻煩了, 讓你照顧她 傻的, 你千萬別這麼說 其實我們不好意思 這房子本來是你們的 一樣 這麼好, 打電話給我 是不是想我和你照顧阿楠呢 你真是會開玩笑 其實阿楠過了去工作 我經常在家裡有點悶 連老爺每個月給我那二萬元的 長途電話費 我只用來打給爸爸和姑媽 洗都洗不洗 所以打算打電話和你聊聊天 順便有些事想麻煩你 你別跟我客氣 是呀, 有甚麼儘管開口 沒有呀, 我知道阿楠在那邊做事 這麼忙 她一定是忘記買給老人和奶奶的 你知道老人家他們喜歡人騙 我就想麻煩你陪阿楠去選一些 心容海味 讓她有些東西帶回來 不用兩手空空 我是這樣吧 最多這樣, 她沒空的 我幫你買 買完之後就叫她拿回去 一樣 你知道, 購物是我的強項 真是麻煩你, 阿楠 行了, 二十四孝老婆兼老闆娘 不過你龜夫人可懂得洗人嗎 我只是跟你說笑 怎麼樣, 龜一睡覺了 那不要吵醒她 我也要到時候開會了 遲點再跟你說, 再見 阿楠, 再見 阿楠,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談 上海的項目 那個計劃就完成了 但是上海的細節要跟著 過兩天我會上上海跟著手 放心吧, 龜先生 但你的腳還沒康復 我怕你一個人上海不太方便 不如這樣吧, 我找一個人上海幫你 阿楠 不用了 上面的東西已經做了七七八八 我完成了 今天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度假村那邊 就應該沒問題了 好了, 如果沒甚麼問題 可以關門 對了, 我們公司對面 開了一間新HELF CUP 沒有, 我這個火鍋會過阿桑嗎? 好, 我也可能沒去過 阿海, 一起去吧 阿文, 有女婚部的 不要了 我不去了, 我有很多事要做 我先回去吧 好, 這樣一見 好… 劉先生 甚麼? 阿榮先生, 甚麼事 一陣子見到他 好像沒甚麼表情似的 你知道甚麼? 幾天前就下郭大風帅了 為甚麼? 誰知道, 阿桂 好扮不扮 把枕頭當作大肚子 你真可憐 那不扮不扮? 真的要怎麼樣? 怎麼樣? 你知道阿海是個大馬奇嬰 不知道 阿桂扮大肚子 你說他媽媽一定會給他面子去看 你說海很難做 我幫你 不用, 我行 我拖就行 如果上到上海有甚麼問題 記得打電話下來 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我找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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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可以找到阿海嗎? 不知道為甚麼 每次想找他的時候都找不到他 那說了他在做事 不方便接電話 還是在地牢收不到呢? 阿南, 你也不明白 阿海這個人 像個大小孩一樣 如果找他去做電視 我想最適合做兒童節目 你們這些女人 最看是胡思亂想的 其實男人在外面做事 很辛苦的 有時候遇到無理取鬧的客人 受了不少氣 所以作為男人背後的女人 一定要懂得體諒 說得好像很有道理 其實我也是這樣做的 不過每個人都會有情緒的 尤其是女人 天氣差一點 情緒都會頑皮一點 這些是跟生理有關 沒得控制的 李宗盛 還沒開飯呢?等我們 回來, 吃飯沒容易, 很餓 沒得子, 人都還沒齊 你是不是餓了 阿姑把碗湯給你喝 不用了 等阿桂, 還有阿楠呢? 她和你老婆在一起嘛 餓了, 先吃點餅乾吧 等齊人我們開飯了 我才知道就是我可以吃的 立生, 這些餅很好吃的事快 媽媽, 你的身型不要再試吃了 你這個臭小子, 就這樣吧 明天不讓你吃 你回來了 千呼萬喚兩個大忙人 終於回來了 回來了 有錢真好, 買東西可以上倉 你是不是打算收姨姨 不要玩我了, 聖哥 老公, 怎麼會這樣 我很累 你老婆我走了一天街, 我也很累 肯定我拉你這兩個伙子 還是阿琴對我好 做嫁給你, 好的嫁給阿海 阿海, 你說 阿海, 我說你真的要加倍努力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你讀書不多, 又不是比人聰明 你真的要加點心思, 多出點力 不要以為皇馬垮就不用拚了 人家阿南就是陷著金鑰匙出生 你呢, 陷阱而已 阿嘉, 你是不是肚餓我傻了 我真的胡亂說話 來, 吃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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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海, 你別管婆婆 年紀大了, 像個賣男人 他口癢了 沒事, 婆婆說話也不是沒道理 來, 吃飯吧 這頓飯真是很好吃 大勝, 你是不是肚餓 阿蓉兒一向都是這樣煮的 是呀, 蓉媽煮的菜一向都很好吃 不是呀, 這頓特別好吃 是呀, 我也覺得 尤其是阿南來這幾天 我們多幾碟買拉菜 阿蓉兒, 你的大小小 阿蓉, 還沒碰到你 小姐, 我怕阿南吃不習慣 是廣東菜的嘛 特地弄兩味拉菜去吃吧 是呀, 多吃點菜吧 阿楠, 算了, 我忍不住了 為甚麼你整晚看錶 你有事要趕時間嗎 不是, 我新的電話沒電了 我打算快點吃完飯 早點回家, 等我問個電話 原來如此 我真是二十四孝的老公 要半個好男人比一個壞人好 你這樣看著 不跟我說, 只是說我 我是半個好男人 我半個也比沒有好 你們不覺得嗎 這個世界上好女人 比一個好男人多 那倒是呀 好像男骨那麼好的男人 近乎絕種了 海, 我想吃雞 把雞教頭給我 謝謝 只剩骨也沒有肉 夠了 阿海, 這裡的雞多肉一點 隔給阿桂石 來吧 謝謝 台風壽南剛落過台灣 二南沿岸一帶 造成十人死亡, 五十多人受傷 根據壽南目前風向 本港在未來一兩天內 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請留意本台的最新報道 難怪這麼藝局 原來還撞打風 你不說我也知道 我這副老骨頭比天文台還準 阿仙, 幫忙擦一下 我們不認老也不行了 有甚麼風吹草動就全身骨痛 別說你了, 我的手也尺尺痛 你也有風濕嗎 會不會是你撞傷了 你不知道以為自己風濕 不, 明天去找個醫生看看 你不用這麼緊張 只是小事而已 搞定你這塊老叉燒 雙眼又多舒服 話說回來 看到他們一個一個事業有成 就算大氣的風濕 也會覺得有價值 你覺得自從阿楠回來 阿楠好像變得對自己沒甚麼信心 這個傻子, 心裡不知道在想甚麼 畢竟阿楠也是一個大老闆 論學識才幹都比阿楠 阿楠對著他當然有壓力 他又看著看貴, 懂得做 可以安慰他, 鼓勵他 阿楠就算熬得辛苦一點 也會有價值 我就是擔心阿貴不夠成熟 記得當初見到阿貴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野性 而且女性人家還欠了大魚的錢 那時候你說要認他做乾妹 我的心真的不太遠 我怕你會被人騙 我怎麼這麼傻 我告訴你, 我沒看錯人的 不過現在相處了 我覺得阿貴的人心地真是不錯 只看他對他君君和浩然 也不是自己親生的 他真的很疼他們 你要知道, 做後母是不容易的 特別是阿貴 還要對著一個這麼厲害的男大 是 所以有時候我也想 如果阿貴嫁了給阿楠 那條路是不是比較容易走呢 我覺得不是 其實阿凱跟阿楠比起來 就一點也不舒適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著阿凱大的 知道他是一個好兒子嘛 是就是 我就是擔心阿凱 有甚麼事都不說出來 沒有人可以幫到他 我擔心他自己想歪變而已 不會的, 沒事的 好了...不要出來了 早點睡吧 天早我們要下三多了 做好防風措施 差點忘記關槍 看來這場風就真的打得成了 明天要銀子買多點罐頭 回來放著才行 對了, 阿楠的房間的窗 好像陷不著滑滑的樣子 要找師父回來弄一下它 我記得小時候最怕是打風下雨 尤其是那些風在門外出進來 噴噴的聲音 我跟阿楠一定會抱在一起的 老公, 不如你抱著我 不要 老公, 老公 你睡著了 不知道為甚麼會嫁給這個木毒佬 哇 好, 阿楠的房子 好, 阿楠